台南高雄外海呢 是接連被發現有台南偷陸客 那麼海巡集檢警呢 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就掌握這個人蛇集團首腦 並展開追查 那麼27號呢 也北上追到新竹首腦 陳姓男子住處當場攻堅 逮人待開一段現場情形 這邊兩個 這邊兩個 好 學長這邊 這邊這個樣 我怎麼走啊 我都沒有走 你怕好 你怕好 好那時可以看到呢 海巡特勤隊鶴上實彈攻堅 這邊陳姓男子和同伙 我當時都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逮喔 那麼想要一舉破獲呢 專案小組其實更出動了 無人機從空中拍攝監控 那麼說到證明陳姓首腦呢 惡性其實相當重大喔 因為從七年前開始呢 他就不斷的策劃 多起非法載運 越南人偷渡來台的案件 那麼更有人呢 搭乘向迷船在海上 反覆落海死亡的情形 而為了逃 陳姓首腦 還一度開車 衝撞茶器的隊員 如今被逮捕 那麼全案呢 也將依法送辦